僵尸毁灭工程 这个曾经在大众印象里 作为闷头见家的生存游戏 现在已经可以坐上房车 出去探险了 很多玩家也把房车列为了 玩僵尾必备的模组 但大家有了解过这些房车 究竟是怎么进化成现在这样的吗 诶 今天白老师呢 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僵尾房车的进化石 那么就请大家给视频点个赞 来开始我们今天的 科普之旅吧 其实最早呀 在2016年的时候 僵尾的版本还很低 那时候的玩家甚至连车都没有 想要从河畔到西点 就得一步一步地走 后来呢 有位叫诺兰的加拿大玩家 就制作了第一个 能在游戏里运行的载剧目的 就此呢 为玩家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不久到了18年 小浣熊就推出了B39版本 开始加入了官方的载剧 这时的玩家们才终于可以在游戏里 体验到驾驶的乐趣 但开车归开车 玩家在外面开得再尽兴 最终总是要回到家的 这就使得一些不爱建家 喜欢探索的玩家 感觉很麻烦 他们想 有没有一种什么办法 不用回家 每天都可以在外面捡垃圾呢 于是过了两年 终于有一群俄罗斯的玩家 他们基于当时的车辆拖挂系统 做了一种拖挂式的房车 这种车是没有动力的 玩家呢 需要通过另一辆车作为拖车 把它们牵着走 这个房车的设计很有意思 在不同的座位 可以触摸到不同的家具 上面有床垫 冰箱 电视 微波炉 基本能满足所有需求 虽然看不到实际的家具 但也是有了这个模组之后 玩家才终于真正体验到 开上一辆车 再也不回家的流浪之旅 甚至在21年的时候 他们还把可拆卸的帐篷 加入了他们当时大伙的 改装车模组里 使得玩家再也不用拖车 直接就可以打开帐篷 在车顶睡觉 可这样玩家就满足了吗 不 玩家的创造力是没有尽头的 就在去年 有两位国人作者 在江桂区就掀起了一股 更大的房车热潮 带来了一款叫做 末日房车的开创型模组 他们做出了一个一体式的 可进入的真正的房车 这种房车的原理 是在大地图外 建一个同等大小的房间 当你要进入的时候 就把你传送过去 这样就好像我们真的可以进入房车的内部空间一样 很快的 这种极具想象力的技术 就被全球的模组作者学习 他们依照这种方式 制作了各种各样的一体式房车 把江桂的房车玩法 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就连之前的俄罗斯作者 也把这种技术 加入到他们的拖挂式房车里 至此 江桂的房车 才算是真正的从那个蛮荒的时代 进化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 现在是更喜欢一体式房车 还是喜欢拖挂式房车呢 好了 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想听 我们聊更多游戏方面的知识的话 现在动作小手关注我们 再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啦 我是小朋友们的白老师 我们下节课再见哦